健康过生活 知识带着走 哈喽我是菲娥娜 哈喽我是立桂老师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多彩多艺的立桂老师 他要来教我们手工精油香皂 是 掌声鼓励 我今天要做的手工精油皂 可能就是以布立奇果油为主 那为什么会用到布立奇果油 对啊好像比较少听到这个油 比较少听到布立奇果油 其实它是亚马逊河的一种果实 它长得很像荔枝 所以它的布立的荔就是荔枝的荔 然后它整个是红色的 所以你看它的油品呈现一个非常好看的橘红色 所以有点像威士忌耶 对我也觉得 但是我不喝酒 不然它应该是很浓香醇的 那因为布立奇果油它是属于在 在亚马逊河里面 它们是从头到脚都可以用得到 然后它有再生修复的效果 它跟玫瑰果油有很大的相同之处 对修复疤痕啊 然后再生肌肤啊 然后对于抗皱老化都有很好的幫助 预防老化预防皱纹 然后甚至于说就是烧烫伤 都有很好的安抚跟修复的效果 所以它平常很好买吗 它就是不是这么容易买得到 所以我们都要从国外订购回来 所以它就是有点困难买 所以也比较少做在精油皂上面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精油皂应该会蛮特别的 是 那为什么我会做精油皂 对啊 你这个契机是什么 因为就是其实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是 我皮肤是属于异味性皮肤炎 那尤其我在澳洲的时候 天气非常非常的干燥 那时候我的皮肤就是很夸张的 全身都是红疹 那其实在台湾的时候 我都已经是从小到大都用香皂了 所以在国外的时候 你购买的时候 你也没有想说要去买香皂 想说什么特价就买什么 就哇一用不得了 全身就从头到脚都长疹子 所以后来你就决定自己做 我就决定自己做 跟我们台湾很多就是造师啊 很多老师就是讨论的结果 发现他们就给我一个就是很棒的一个 就是手工皂的比例 那我今天也把它分享给大家 哇我们大家好荣幸哦 大家很幸运哦 对对对 然后大家可以照这个比例来做做看 他做出来的香皂 就是手工皂呢非常的 第一个味道非常的香 第二个非常的天然 那因为可能在无论在颜色上 或者或者在味道上 都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后加上布丽奇果油 它本身会有天然的暖黄色 嗯 然后它带着暖黄色的感觉 你就觉得洗起来就非常的温暖 也非常的保湿滋润 是 然后它不仅可以拿来洗澡 还可以拿来洗脸 甚至拿来洗头发 全身都可以 对从头到脚都可以保湿 太棒了太棒了 对是 好 那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制作过程咯 好 那我们也有看到比例哦 就是我们今天的剪片比例是154公克 嗯 然后再加上水的分量是384公克 那因为 基于安全考量剪片呢 遇到水的时候 它会有产生高温 所以一定要戴上 护目眼镜 还要戴上 手套 如果你更害怕的话 要戴上 口罩 对 但是我已经常做了 所以没在怕 就把它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 它慢慢就会产生高温了 然后温度可以高达80几度 哦 所以还蛮热的 很热 它是有危险的哦 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 真的要小心哦 要非常的小心 对 老师是因为很有经验哦 所以小朋友不要那么多放 然后要把剪片 搅拌到没有片状物为主 就是完全溶解 对对对 那它属于强剪 所以这个矽胶还可以 千万不要拿塑胶 嗯 就整个都溶解掉哦 对对对 它温度非常的高哦 你可以摸外面 诶真的 还蛮烫的 对 我这是2.5倍水 那用3倍水的部分 刚初学者比较不容易失败 所以我都会用3倍水的部分 就是先放在网络 要先给大家去做试验 那其实如果它温度比较高 我就会先放着 那我们就可以先来量油瓶了 OK 顺便让它降温 对 所以我们的油 要准备多少啊 我们老师 我们油品的话 因为我总共要做 就是1公升的量 布力奇果油 它要5% 那总量是50克 那归零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倒下去 所以先放这个 布力奇果油 对 哇要加蛮多的哦 嗯 嗯 不惜重汁 真的 自己做的好处就是这样子哦 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可以用比较好的材料 因为我喜欢它有很好的软黄色 而且它的滋润效果也非常的好 然后我拿来洗脸啊 皮肤也是这么义 对啊 难怪老师皮肤这么好 都是用自己做的 那椰子油要300% 所以就300克 刚刚这边50嘛 所以加起来就350 OK 然后铝油250克 250 对 所以就加到250 橄榄油是350克 OK 一样倒下去 倒到350 它有要哪一种橄榄油吗 还是 我都用冷压的 OK 所以你看这样就倒850 所以手工罩里面有应该是 最主要的成分 对 然后最后我们再加上可可籽 那加上可可籽是为了让它的保湿度 跟滋润度更好一点 尤其现在进入刚好秋冬的时候 我们就很需要它 冬天比较干燥 流进去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把油品加温了 嗯 这边先加热 对 最主要是让刚刚那个可可籽溶解 对不对 嗯 我们的油温也要到45到55度 哦 它们两个的温度要平均 嗯 才能够一起做 OK OK 才能够融在一起 所以就是 它如果它的碱的温度过高 它就会破坏油酸 哦 那它本身它的油酸就很容易就被 就 就会被破坏掉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秘诀 对 对对对 就是两个的温度要一样 温度要一样 OK 好我们现在把油品加热到温度之后 它们两个温度不能超过5度 这边是51.9 这边是55.8 OK 所以两个温度大概差到在10度里面都是没问题 OK 好就可以先把油丢下去 那为什么要先丢油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比较安全 哦 因为油它即使喷溅到你也没关系 对 然后你在丢碱的时候 因为油比较重 那碱水它比较轻 就是说它的喷溅的问题 比较好不会这么严重 所以在做这个时候都要很小心 它就会直接下去 慢慢就乳化掉了 嗯 是不是 对 把它丢下去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搅拌 搅拌 然后如果是用搅拌棒的话 就要搅100年 所以最好我们是要用 对 这一支 打蛋器 对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先把它搅拌均匀 再用打蛋器 它才不会太多油滑 嗯 减油先融合在一起 有耶 感觉它好像已经 慢慢的在融合 对对对对对 只要它上面 什么叫做油滑 你看上面是不是有一层油滑的 对 这个就是油滑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打到那个油滑 然后它现在已经有一点像 真的像你讲的 呈现漂亮的橘红色 那个玉米浓汤 然后再橘一点的油滑 对南瓜浓汤 南瓜 对对对有下 有下 对 那这时候眼睛还是要戴着 因为它其实还是强剪的 嗯 所以还是要注意 对 如果搅拌棒有小的 就用这种小的 还有一种是那种 搅拌棒是可以放下去 它就直接在下面打 就是打的那一种 是 就是那种调理吧 那一种也可以 那如果像这种小的搅拌棒 就用这种小小的 它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 比较不会到处乱喷 可以放下去 来我们现在已经好了吗 对 对 那我其实我会 如果用在脸上的话 我会喜欢用松脂粉 我现在可以把眼睛拿下来 露出漂亮的眼睛 露出漂亮的眼睛 露出了 然后我会加松脂粉 松脂粉它本身有去角质的作用 而且它非常的温和 然后本身它已经有加满 加黄虚印草 OK 然后这个松脂粉是我从澳洲带回来的 所以它对于皮肤 非常非常温和的去角质 所以我们这一块也可以来洗脸 对对对 那用量的话呢 通常我也没有去算它的刻素 我就会去看它的量的多少 那以我现在做1000公升 我可能就会到 差不多这么多 就只能让它有微微的去角质作用 因为如果我要洗脸的话 太高的量其实并不合适 OK 两汤匙的量 两汤匙的量 它是属于附加物 那我这次 因为我通常我都会做超纸 在冬天的时候 做所谓的超纸就是 我会再加5%的 1%的超纸 就是再多加一点点布力气管 对对 所以你在做造的时候 如果你想让它滋润一点 油品可以再多加一点点 对 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对先不管造价的问题 就可以稍微调整一点 这样 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调精油的味道了 我精油的味道我加的是丝龙玫瑰 丝龙玫瑰 然后五谷木跟天竹葵 对 那为什么我会加五谷木呢 对 对 这个精油的 对 五谷木或是檀香木 木头的木类的精油 它是属于比较沉稳的 比较厚味的味道 然后它也比较耐高温 所以它加了 加在我们的香皂里面的话 它不会因为 就是它的碱跟它的 不会因为碱 还有因为温度过高 去破坏掉它本身的油酸 嗯嗯嗯嗯 20滴 对 好 天竹葵的部分 我大概也会用到20滴左右 嗯 所以我们这样精油的比例大概是 我大概也是用五谷来精油 大概也是50滴 对 可是通常我都会用超果 哈哈哈哈 然后现在我就用的是丝龙玫瑰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对 那丝龙玫瑰它也是属于 比较耐烫 比较抗热的 嗯 也耐温度的 对 而且它可以让整个香皂的味道 非常的持久 嗯嗯 这个手工皂一般 我们大概保存起可以多久 其实大概在半年左右 半年左右 嗯 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不是像那个 你看 它可以被我 拉起来 有没有 我这样 可以黏在上面 对 刚刚我们怎么搅它 就是起来是干干净净的 现在它只有黏在上面 有一点黏性了 对对 有一点点黏性 像玉米浓汤的浓稠度 嗯 它是比较沉稳的味道 然后比较就是稳定 质感很好的味道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我们刚刚做好的 倒到模型里面 倒到模具里面 哇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成品 今天的成品 这个多久可以这个脱模啊 一般这个做完之后 不会是像现在放 只要放到保粒融合去保温 那为了要呈现给大家看 所以才会放这样子 所以要放在保粒融合里面 对对最好是放在保粒融合里面 或者是你有任何纸箱啊都可以 是 就是让它能够在 让它的简化能够更完全一点 OK 可以让它温度一直维持在保温的状态下 然后它一直到两天之后 对 就可以去脱 就可以两到三天之后 它就可以脱模了 就可以把它抹起来了 那其实为了安全起见 我都会建议放一个礼拜 再去脱模 OK 因为我觉得它还是有它 简易的成分存在 是 所以可能小朋友会去误促啊 或什么的 是 所以还是在一个礼拜之后 再去脱模是最安全的 所以老师脱完膜 我们还要把它放置 放在阳台 放在阳台 今天不要放在室内 因为放在室内的话 它静氧化那在挥发的过程 其实对于人体 虽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但是 其实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还是不太适合的 还是要注意的 所以放在阳台 就是最主要让那个简 结果会发掉 所以 它会有放在室内通风处 都可以 所以老师那个要再放置多久的时间 大概两到三个月 OK 所以这个手工罩不是做完 我们马上就可以用 千万别 非常的重要 不要马上就使用 你们可能要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之后 等它简化完成 然后整个都造化完毕了 就可以来使用了 非常谢谢我们这么多才多艺的立贵老师 教我们做这么漂亮 还有好用的一个手动罩 而且很香喔 对呀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请立贵老师教我们别的东西好不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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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